一切静缘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那不就是佛门里讲的一切无法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的一个道理吗 但是我们仔细地去理解 去想这句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 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要百分之百的负责任 那你就再也不会去灌别人的过失了 你就会感恩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每一件物 因为它都是来帮助你成就道也 如果你发菩提心了 那么一切静缘都是来成就你的 帮助你成就菩提道的 那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发心 就得什么样的果物 我们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要百分之百的负责任 那这句话呢 你仔细听一下 还是很不一样的一句话 在世间的话里面 如果你任何时候都拿这句话来告诉自己的话 你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 我们往往就是在出现静缘的时候呢 没有对一些静缘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包括对方演出来的一切静缘 对方不管怎么演 都是你自己巴士变现的 变出来那个境界都是你认为的 至于他是怎么想的 他的具体的想法 跟你的这个巴士里变出来的那个想法 还是有差距的 当然有些时候是相似的 大比方他生气了 你看见 你在你的巴士田里面显现 它是一个愤怒相 是一个称恨相 但你心里面也可能就起了一个厌恶感 或者也起了一个对立感 那就是你也动念头了 那他显现的这个相呢 是你的夜视变现的 这一点你要记住 就是这个称恨相是你的夜视变现出来的 而他那边显示的这个称恨相呢 你有可能是佛佛的愤怒相 是吧 那你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凡夫 但对方也有可能是史蒂芙 给你显了愤怒相 但在凡夫的境界里就认为 对方恨我了 对方对我要杀我或者要灭我 可能你要干坏事 那你起了一个对立 是不是 你想也把对方干掉 所以说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境界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凡夫和凡夫呢 这夜报比较接近的时候 你能猜得到对方一些境界 就是说你通过你的夜视显现的这个境界 你猜想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靠自己的这个自他相换 就是猜度认为他这个 他显现的是他的心里面的是这么想的 其实我们都是这么猜的 因为我们没有他心通啊 是吧 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分别念来猜度对方的真实想法 但是呢 事实上他真实的这个起心动念 跟我们猜的还是有差别 有距离的 特别是凡夫 要是修行越好 那么你的准确度越高 只有成佛了 你才能完全了解对方的心态 就是说这个百分之百的了解了 一般有修行的人 也能对你的那个心态 能了解百分之七八十 就算是很了不起了 那百分之百了解那是不大可能 那必须要修得 修得成佛了 嗯